在大陆完成高铁路往之后 下一代的陆地运输工具也蓄势待发 那就是磁浮列车 这种被视为高铁最高技术捷径的运输工具 以前只有德国、日本、韩国有能力制造 不过今年大陆也推出自行生产的磁浮列车 而且已经在湖南长沙开通运行 我们的团队深入磁浮列车的生产厂 实际的乘坐感受为您揭开神秘面纱 高铁列车快速通过车站月台震撼力惊人 大陆已全面进入高铁时代 大陆高铁后发先至几乎让人无法相信 高铁在大陆发展的时间还不到十年 第一条京津城系高铁在2008年完工通车 第二年1068公里长的武广高铁紧接着投入营运 截至2016年中国大陆高铁营运的里程已达2万公里 占全球高铁里程的60%以上 飞从哈尔滨南到广州 东起上海西至新疆乌鲁木齐 大陆高铁的十字架构已经成型 高铁技术更加成熟 完全可以自行生产制造 如今技术要求更高的磁浮列车 也在积极的扩展之中 负责这个秘密升级的计划地点 选在湖南诸州 这就是大陆自行研发的磁浮列车 乍看跟台北捷运相差不多 但其实它却比一般的沉寂捷运高出这么一点点 仔细看车体悬在轨道上面 大约有0.8公分 尽管这么一丝丝的差距 却是磁浮列车的核心关键 现在就等于是这个是 路子转的间隙大一点 合起来就缩小于半 如果它开始运行的话 它开始就合起来变成0.8 对对对 那个是正式的漂浮 是的 就是它其实高科技就在这个漂浮 安全是很安全的 它是爆轨设计的 就是说它的那个漂浮是包起来的 对 包起来 湖南诸州电力机车厂 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 如今雨时俱进 技术在升级 全新的一代迎接全新的挑战 副总经理善勇 今年才35岁 年轻动力灌注百年劳场 整个足迹的干部应该讲 特别是研发和市场的 年轻化比较高 这个公司的高管团队 平均年龄也还比较年轻 它有几方面的优势 一方面它舍得高 再一个就是掌握资讯 更加快速 这个它因为技术年轻化 现在就是水力也比较高 它的社费资源也比较广阔 单永还爆料 其实他们在台北已经设了分公司 就是希望能将他们的磁铺列车 进军台湾铁道市场 加强这个与台湾的这个轨道交通方面 信息资讯方面的交流 联系一些市场的前期的这个日测啊 做好一些准备工作 市场开拓的准备工作 欢迎乘坐磁铺列车 长沙是目前大陆第一个 使用株洲生产的磁浮列车城市 连接市区到机场 虽然只有19公里 却是大陆磁浮列车 实际营运的重要第一步 我现在已经走进了这个 长沙的这个磁浮列车 那现在已经开始了 行进了 它其实站起来 其实还蛮稳的 那感觉上是有一点 有一点点站在云上面 轻飘飘的感觉 那坐上去的感觉怎么样了 我们刚好有个位置来坐坐看 其实坐起来的感觉 也蛮舒服 因为它这个椅子 其实是那种属于海绵型 坐起来也蛮稳定的 坐在这上面感觉上 其实我觉得最大 最大一个特色就是 它跟这个铁轨式的 这个列车不一样 是它的噪音非常的小 它没有那个轮胎的 摩擦的声音 大陆磁浮列车的内部空间 与台北文湖县捷运 大小相当 但内部空间不大 跑起来却很平稳 很稳 很稳 对 比较好一点 好一点 我一定好一点 感受是它好像噪音很小 没有那个高铁 那个声音很不舒适的那种感觉 虽然都说不错 不过工程师也坦诚 有些民众对于磁浮列车 仍有些心理障碍 伤待克服 可能就是老百姓的接受程度 有点 它可能还会 因为他们对这些不是很了解 因为它的电磁辐射是很小的 但是老百姓他不一定认可 他总觉得 他可能担心 实际我们车来以后 跟常用的家用电器是一样的 诸州生产的磁浮列车 每分钟行驶最快达到160公里 每公里成本需要两亿人民币 只要地铁成本的三分之一 因此继长沙之后 大陆各大城市都计划以 磁浮列车为核心 规划下一个阶段的城市运输 一个具有无穷磁力的产业 也因此蓄势待发